一群来自美国加州的国际职工和留学生 陪着阿公阿嬷们玩起了团康活动 大家七手八脚的正在伤脑筋 该如何解开人体智慧环 虽然语言不通 但靠着肢体动作 一群人还是玩得小和和 已经高龄83岁的洪州丘陵阿嬷说 在这群阿东亚年轻人的陪伴下 感觉自己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玩起来好像是年轻起来 83岁绝对没有83岁 是跟年轻的玩 会活力 不会老人吃灾 这是最近成立的新北市 齐布施营法俱乐部 就位于新店保心理活动中心的一楼 是由齐布施老人养生协会 主动于社会局联络 进而成立了营法俱乐部 协会理事长林伟岑表示 透过了教会的协助 有12位国际职工和留学生 来到了这里陪伴老人家 虽然时间短暂 但彼此都留下了美好回忆 来自加州的一些宣教士 来到我们里面 然后跟大家一些爷爷奶奶们 大家一起互动 那就是带给他们大家欢乐 对那我觉得说这次是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只有在这边玩短短的三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对啊 然后我觉得今天感觉好开心哦 感觉很棒 其实很有意义可以跟他们 就参加看他们玩 然后很开心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他们平常的生活有点无聊 所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玩也很好 而在团康活动后 国际职工和营法长辈们还一起拥抱和合照 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营法俱乐部的成立 让老人家们可以拓展社交圈 并透过多元活动 丰富了营法长辈的生活 记者综合采访报道 大家好我是文轩 欢迎收看用爱看在地的节目 四年前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之后 这四年来新北市的改变和进步 相信民众都看到了 而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来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聊聊 台湾社会逐渐转型成为高龄化的社会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因应呢 怎么做才能够满足老年人的 退休需求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特别来宾 来和观众朋友一同分享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金议员 主持人好 各位大型点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议员金忠玉 在这里也跟各位报告 因为我家里面有两个年纪蛮大的长辈 跟我一起住在一起 然后发现现在的所有的长辈 我们真的要好好照顾他 因为自己工作很忙碌 他的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多地方 我们要怎么样照顾他 让他没有活顾之余 尤其他退休这段时间 当然他从工作到退休以后 他真的很需要我们家人的照顾 家人的陪伴 那我们没有时间的大原则之下的话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新北市政府 能够很努力的来做这一块 能够让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在退休以后 能够生活无虑 那这是我想我们做人质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支持我们新北市政府 尽量在英法族这一块 能够不断的加强 让我们这些长辈生活能够 晚年生活可以很快乐 是我们待会节目来好好的聊一聊 第二位来宾是新北市政府社会局专委 林坤中 林专委 主持人金议员 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北市是有396万人口 那老人人口将近有39万 大概占10% 这是一个高领化社会的来临 那么过去这几年 自从资务利润市长上任之后 我们积极推动各项的社会福利工作 尤其是在老人 英法族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推动很多的一些政策跟工作 来服务这些长辈 待会我们将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专委 好 节目一开始 来请教一下议员 我们知道您针对 营法长辈这一块 是 非常地用心 也跟老人家的互动非常地好 我看到每一年您都有办不同的活动 对 那是不是针对现在面临高领化社会 您这边的看法呢 我喜欢我每一年办的活动就是 因为年纪大的人很容易怀旧啦 所以说我们让他听听老歌 就可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 让他听听民歌 就想到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民歌 那时候很风鸣歌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快乐 所以每一次我办这些活动的时候 就人都非常多 那我会办歌戏歌仔戏 让这些喜欢歌仔戏的这些长辈 能够一起来看看歌仔戏 每一年就是办这些活动 让他们至少可以回味到以前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重要 是 我看到那个活动 每次办得非常的热闹 回响非常的好 所以议员要继续加油 我们每一年都要办 从一次 从一年一次 然后看看能够增加到一次 两次 三次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 就是我们新北市在推动银法共餐 当初的动机为何 那这个部分我想要了解 就是说 我知道是政府并没有任何的经费补助 那没有经费来源 这样子要怎么继续推动下去呢 好 谢谢 我想朱市长上任之后 他就特别重视银法组这个局块 尤其是我们对长辈的一些服务 老人共餐 他自从在市政会议提出来之后 社会局就积极地去做规划 他的主要的动机就是在一个 陪伴跟关怀 我们知道现在长辈都在家里 那年轻人都出去工作 小孩子都去上学 那一个人在家里是非常孤单 那在家里非常孤单的情况之下 那事实上对他的精神 对他的身体 可能都不是有很好的一些影响 所以市政府在推动共餐 他就是鼓励长辈能够走住家里 大家 触逼 让小小出来 那大家提供一道菜 或是几个好朋友 大家去一起来 边吃边聊 那大家互相陪伴 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鼓励 来增加这样一个社交的活动 那这个共餐 它不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工作 所以它其实讲起来 它是不能免费 所以它是由大家自发性的一个运动 它竟然是一个运动 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参与 共同来参与 那大家出一点点钱 或是大家彼此的出一点点菜 那一起来聚餐 那我们共餐到今年目前为止 全市有685个共餐店 总共有27000位长辈受惠 那这个运动现在已经是非常热烈 各地在全市纪念 大家都非常响应 那么未来会继续推动下去 那我要再请教一下专委 就是如果这个要推动老人共餐 这一块的部分 有没有就是说 如果里长想要做 或是一般民众的 一般民众想要聚集起来 想要办这样子 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具备什么样的资格 才能够做呢 我们推动共餐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活动要怎么推动出去 那我们其实有几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公部门的管道 我们透过公所 透过里长 那他们在利用他们的场地 不管是在关怀居典 或是云淮俱乐部 或是活动中心 他都会办这样一个共餐 那我们结合四部门网络的这些资源 比如说人民团体 那有一些在地方上 他们有一些社会团组织的 他们也很愿意参与这样一个共餐活动的 那不居心事 我们也鼓励他们都来一起参与 当然 长辈自发性的参与食材是最主要 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那就是三五好友一起 大家继续吃一吃 那这样子效果也蛮不错的 我们都非常鼓励 谢谢专伟 好我们知道现在新北市政府 也成立了许多的营法俱乐部 那营法俱乐部的成立 主要是要鼓励长辈们能够多多走出来 到俱乐部泡泡茶 聊聊天 做做运动 同时透过老人共餐 让长辈们的生活是更健康更加的快乐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VCR之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为了关怀营法族 新北市近年来积极推动老人共餐 深坑区深高里从101年起开始办理共餐活动 让老人家们能够彼此联络感情 就在共餐活动建满两周年之际 深高里活动中心也正式成为营法俱乐部 这一个是159个营法俱乐部 我们到年底要有200个营法俱乐部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让新北市成为幸福快乐的城市 让新北市成为最尊重老人 最照顾老人的城市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大家在共同来开港 说你们家怎么 也是发泄 我们就这样有什么位置放来也不够 好想这样研究 好想参照 就心情就更好了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目前辖内共有660个共餐点 大约有两万五千位长辈 在中午时刻都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他希望透过营法俱乐部的成立 让老人家除了能够一起用餐外 也能有更多元的休闲活动 随后市长朱立伦也坐下来 和长辈们一起吃饭 并且和大家显化家常 南汉市长同桌吃饭 阿公阿妈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推动老人共餐 不遗余力的 神高里里长李传正就表示 这里的餐点 都是志工们亲自烹煮 而其中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个怀旧料理 像是操哇粿 花粿粽子等等 都是长辈们亲手做的 早期这些长辈他们都会 会做gay 爸爸长 买所有银 现在因为我们社会局有补助我们经费 然后我们把 那个基居都准备好 那我们就是 其他就是 我们只要花少部分的钱 买一些材料来 就是自己做 另外里长李传正指出 共餐活动的经费 除了有部分是市政府补助 其他的费用则是来自于社区里监市 周遭好友等善心人士共同捐助 因此老人供餐才能够顺利持续的办理 并且让来此用餐的长辈们 不用再缴交任何费用 每周五的中午都能够度过一个 欢乐的午餐时光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深坑采访报导 是我们刚刚BCR里面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成立 营法俱乐部 每个老人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回馈的回来的生意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邀请一下专委 帮我们说明一下营法俱乐部 它最主要当初设立的目的在哪里 那如果营法这个长辈们要去参加的话 要不要收费呢 我想营法俱乐部的成立 主要是针对是本市境内的这些长辈 是比较健康的 他能够生活治理的一些长辈 我们再欢迎他到我们的这社区里面 这些营法俱乐部这些据点区做一些活动 那这里面有包括休闲的养生区 文艺区 医治区 那欢迎这些长辈到这边来泡茶 聊天 做运动 甚至我们安排一些健康的讲座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可以打麻将下棋 但是不可以罢子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一起参与 那因为俱乐部 基本上它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这些场地 有些是公部门的场地 有些是市部门的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个场地是不居的 那我们都会做一些经费的补助 可以买一些娱乐的器材 卡拉OK啊 还一些刚刚讲的下棋的这些设计设备 那提供给长辈来做一些服务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它都是免费的 没有收费 谢谢 谢谢专委 那议员 您针对我们这样市府推动的 这个营法俱乐部 还有这个老人共产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我想营法俱乐部最好的一点 我最赞同的一点就是 它把蚊子管 就以前老要讲 以前新北市政府 做了盖了很多无聊的蚊子管 盖了很多的阴体设备 那里面都没人去 这是很差的一件事情 那像唯一的好处就是 社会局把这些蚊子管 至少把它活化了 让它有用了 让这些有特定的人 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玩得很高兴 这是唯一的 真的我是觉得做得最好的一点 所以新北市政府 至少我们新店 我现在没有看到蚊子管 每个蚊子管都已经让它变成 真正应该用的活化 让它该利用的 我们都已经利用了 我觉得这是美好的一件事情 像老人共餐 我观察那么多餐 我觉得老人共餐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定时定期长期的办 也从来没有说老人 我们的长辈自己在家里烧了一碗 烧了一道菜 拿出来跟大家说 来十个菜 然后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天 都是一些志工 都是一些志工 那这些志工的话 真的就自己去买菜 然后煮给大家吃 然后分送给每一个长辈 那当然这是很好 可是没保长期 而且最重要 我是希望既然要做 不是为了某种原因 去做一种短期的 就是做一做 让大家都说 跟股长说很好 可是没保长期定期的去做 那你这 绝对我是不认为 它是应该把它定义成为一个社会福利 或者不是社会福利 这应该把它定义为 这一个社会福利 那社会福利是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别人预算 我们至少就是让每一个长辈 好一个 如果说 心寒的 或者生活有问题的 我们发给他三十块钱的餐券 那用这三十块餐券来这里 这个点来吃饭的话 将来这个点可以拿着去换现金 将来再给你买菜 可是有一点他们志工都不要收钱的 这是我看到非常感动的事 每个志工都亲自在那边炒菜煮饭 让我们非常感动 这人力就省下来了 我们把人力省下来 可菜钱我们还是应该补贴 菜钱一定要补贴给我们的里长 或者主办单位 我们一定要 因为菜都要花钱的嘛 菜不可能是免费 自己种菜 这个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 应该把它还是要编入 要有 纳入预算 该给的 该补助的 要补助 不是只是补助一个锅碗 瓢盆 你买一点碗给大家用 那菜钱呢 菜钱饭钱呢 这也从哪里来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 是不是从明年开始 我们可以正式把编入预算 每一个老人 长辈我们给你一个月 给你900块钱的餐券 你可以拿30块钱来吃 吃了以后 办的人可以拿30块钱 折抵现金回来 他可以继续买菜嘛 可是 志工他都不要收钱的 这就很好 这就省很多钱了 他们做出来的菜 做出来的饭都非常好吃 因为他们真的都家庭祝福 而且发自内心的 来帮年纪大的人做事嘛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 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建议明年 我们真的把它编入预算 让他们办的人 有一点至少买菜买米的钱要有 好不好 专委要不要补充说明一下 好 谢谢 有关于共餐的部分 我们一直强调 它是一种运动 就是自发性的一个运动 让长辈自发性的 这里面共餐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类型 一领一道菜 或是三五好友 或是在当地的一个社区 或是一个据点 大家一起来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经费补助 因为平坦本来就是要吃饭的 只是在这个时间 大家一起来聚一聚 透过这样的一个陪伴 跟关怀 因为一个人吃饭是吃不了 大家出来聊聊天 我们这样对生理健康会比较好 那有关于有一些比较定点的 比较特别一些 有办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共餐 那我们知道目前为止 也都是自己自发性的残余 自己缴费 那未来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经费补助 我想如果一位支持的话 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这样的规模 可能也会更大 不过我们还是 目前还是以一种 就是它一种运动的 是自费性 自发性的来参与 那未来我们 任何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我们都可以 可以广纳大家的一些意见 跟想法 把它做更好 那提供给市民更多的服务 谢谢 所以运动以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口号而已 运动运动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运动 可是将来 绝对只是一个口号 会越办越少 大家越来越没有力气 你说 永远叫里长去补贴那个钱 叫我们去补贴那个钱 老实讲 大家都没那么多 那么多经费啦 所以一定 这种福利政策 一定还是要由政府来处理 来同意来处理 那变成一个长期 真正的照顾这些长辈 而不是说办个热潮 大家要办办办办 办得很高兴 可是到最后 可能一个口号 一年以后就冷掉了 两年以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人再办了 一定会这样子啦 这个你不要 老人共产 现在大家都给他鼓掌 说办得很好 可是我可以预期的 如果没有补助的话 明年一定就会减少一半 后年的话 没有人再提这个事了啦 这就变成一个口号嘛 那到最后又变成什么 选举口号嘛 这我不希望听到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乐见就是 该一边的预算 就是应该变 既然要照顾长辈 就应该去照顾嘛 真正去照顾嘛 那我在这边补充一点 其实 我们当然不会 让它变成一个口号 而且我们是实实在做的 那我们这个共产 其实我们也透过一些 这个讨论 规划 我们把它提升 它的成绩 跟它的能量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共餐 我们去结合当地的一些商家 地区的商家 那这些商家 它在一个特定时段 如果长辈 三个人以上 一起来用餐的 它给它打折 有些打九折 有些打八折 有些送它一碗汤 有些送水果 这个就是乐活 友善的共餐点 在这个商店里面 目前为止 全是有540个店 544个商家 要来投入我们这样的优活动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靠着 这样一个经费补助 但是透过大家自发性的参与 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商店的部分 我们也把引导进来 所以说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将来 是不是应该有经费补助 还是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 这些都是很好 只要能够提供给 这些长辈更多的服务 我们市政府都非常欢迎 谢谢 那我们就议员加油 看看明年 是不是帮我们争取 这一部分的经费 我希望能够 能够把这个 真的把列入一个 一个真正的 落实的 要该补助的要补助 才长期 那我要请教一下专委 就是说我们现在 营法俱乐部 我们当初有设立一个目标 那现在目前的成效如何呢 那营法俱乐部 预计到连底要成立200个点 不过到目前 它因为各地的这个反应非常好 那目前已经有217处 那会继续吗 会继续去设置 因为当时这只是个目标指 那因为 经过我们这样一个宣导 鼓励以后 那这个 它成立的这个速度 比我们预期想象中还快 那我这里再 再来说个说明就是 其实我们当时 成立营法俱乐部 其中最重要一个任务 就是办理共餐 社会参与 我们要让长辈走出家中 然后跟其他的这些 这些长辈啊 这些好朋友 大家聊天 加一个社会参与 加一个社交活动 来提供 来帮助他的健康 延缓这个老化 我觉得这是有正面的 是非常好的 那也是我们当时 为什么要成立营法俱乐部的原因 那目前会继续做 以后也会继续做 是 谢谢专委 议员请教一下 我们台湾人就是 国人有一个观念 就是将老人家 一定要在家里 一定要在家里嘛 如果把老人家 送到那个公家单位 或是私人单位去照顾的话 是一种不肖的行为 您觉得呢 这样的观念需要导正吗 这个我想如果很多长辈 很多年长在一起 玩他们共同的喜好的东西 就好像喜欢打麻将的人 我们自己在那边打麻将 很好啊 喜欢运动的人在那边运动 这是非常棒的 至少我们比较年轻的 我们可以在外面工作 我们在外面打拼 我们就不用担心 最重要里面还有人在照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至少安全上没有问题嘛 至少有人在那边看着他们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而且那个点啊 每一个点都是用 西北市政府的那个 零酸子飞气的啊 或者是以前没有用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我们给他一些设施 我们给他一些设备 我们提供设备给他们 这很重要 我们当我们提供设备给他们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 来玩这个设备 或者来打发这个时间 我觉得很好啊 这个非常好的 非常棒 如果我的话 我就会把我父母摆在里面 让他在里面玩 这一天就过了 而且很快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照专闻讲的话 可以自己再带一道菜去 然后大家每个人再带一道菜去 连中午就一起吃了 那也是真的不错啦 不过这还是比较困难一点啦 因为到底你要带菜 然后再到里面 时间上面已经晚了嘛 也不热了嘛 也不好吃了嘛 所以这个这个 如果两个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 里面可以有热的 热的 热食物的 或怎么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 就蛮好的啦 是 然后把两个集合在一起 共产来做这个事情 共餐 在下俱乐部 你们在玩 早上就自己带点吃的 大家一起吃 一起聊天 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把它集合在一起 可是一定要有固定的人 去做这些事情 就说他们带的菜 要自好把它们夹一夹热吧 要怎么样子 汤要怎么样煮一煮吧 安全要怎么样顾虑 把两个集合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很好 可是这些还是要经费 是 所以这些经费 我想我们议会绝对会 不但赞成 而且会让你们全部支持你们 让你们去做这些事情 真正长辈很重要 我们真的需要让他们 有一个照顾他们 谢谢 谢谢议员 那我们知道就是 现在目前我们市府 在推动影法俱乐部之外 今年也成立了公共拖劳中心 那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是不是请专委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呢 好 谢谢 那公共拖劳中心 它其实是一个 在西北市也是首创的 西北市的社会福利是 都是全国首创的 零零全国 包括公共拖劳中心也是一样 那也是接着刚刚的问题 很多的子女把长辈 送到养护中心 养老院去了 就是不孝了 所以那是因为 让长辈离开家里 远离家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感觉上好像 穿着观念衣服 绝对不孝 所以为了改变这样一个 这个想法跟做法 西北市的公共拖劳中心 它活化现有的一些场地 活动中心啊 那这些地方 然后我们设在社区里面 可以捕摄到全市的境内 到今年年底它会设立17座 到目前已经有16座了 17座马上下个月就会 也会马上就开幕 那 设立这些公共拖劳中心 其实它里面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日间照顾 第二个就是营华俱乐部 那营华俱乐部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 它是针对一些健康的长辈 提供一些服务 大家免费的 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使用 来这边玩 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来大家增加一些社交的能力 那日间照顾的部分 它是对一些 比较生理失能的 或是轻度失智的 那这些长辈 他不是到养货中心去祸床的 他是轻度的失能跟失智 那这些长辈 他其实不用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我们提供公共拖劳中心的自建照顾 那家属 他可以在白天时间 把这些长辈送到我们拖劳中心 就像那个幼儿园一样 小朋友送到幼儿园去 然后在那边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 也是有关于健康的一些促进 这些活动 来协助他 来有专业的服务员 来提供一些服务 那日间照顾跟 监管居住部来组成 就是我们整个公共拖劳中心 那目前已经到年底会有时期做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专委吗 这个就是拖劳中心需要费用吗 那民众要怎么样 要符合怎么样的资格才能够申请呢 基本上我们公共拖劳中心的收费是大概是一万五千元 目前是这样 那当然也会根据他的一些经济条件会做一些补助 比如说像低收入户 比如说像中低收入户 事实上他如果是有这些社会 他不用缴那么多钱 那这样一个收费 其实是讲解应该是四篇 因为整个白天在那边 那我们有一些专业的服务 那提供这样一个专业服务 有一些课诊跟活动来协助他 来帮助他 是 那这样的话民众只要有需求 都可以透过哪些管道去申请呢 那刚刚就要再补充一下就是说 那拖劳中心 他基本上就是经过我们的长照 长期照顾中心的去评估 他只要私能跟私自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会转介 转介到我们的拖劳中心 他就可以去 就可以收拖到我们这些拖劳中心里面去 是好 谢谢我们的专委 那议员 目前您针对我们现在的一个营法福利 这一块部分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加强的呢 是 我刚刚就觉得说 刚刚的拖劳中心 就是等于算是日照中心嘛 就是日照中心 要收一点费 我想如果说像我父母年一大了 如果可以早白天 可以到这个拖劳中心 这个日照中心去 白天照顾的 我觉得至少我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他晚上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 一起在一个房子里面 一起看电视一起睡觉 他也很快乐 我们也很快乐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个拖劳中心 这个日照中心 真的有需要再推广 那当然里面一些设施 一些附件的各方面的设施 另外里面的专业的医护人员 就是护士 护理师 这方面我们都需要配 一定要有配置 一定要配置 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 因为我们本来 严谊大的我们也是把它摆到 那个长照中心去嘛 长照中心的话 晚上没办法回来 所以我觉得可以交通上面 然后另外护理师的设置 这是我觉得 由我们政府来想办法 来做 尤其护理师这块 我们真的需要摆在这个日照中心里面 有医院提供我们的好的护理师 甚至帮他们做一些卫士 或什么的 这是好事的 这是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长辈就是一个吃嘛 一个走路嘛 走路行嘛 一个吃我们很重要 那吃 我真的觉得 我们应该把它编入预算 能够长期的 让他们可以高高兴赢的在一起共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当然如果可以到日照中心 我们可以有专车 尤其现在最重要 我们的那个 那个车子 那个叫什么 那个车子 护康巴士 非常不够 像我父母要订护康去福建的话 要好早 先要预约 预约完了以后 才可以有福康 因为我们不根本 我们不可能 把年纪大的人 如果不良于行的话 我们不可能把他抬到车上去 一定要做福康巴士 福康巴士 我们也需要增加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行的方面可以增加 OK 是 那我知道我们新北市政府 在这一个老人福利这一块 其实都非常的用心 我也觉得说 其实我能够在新北市 作为新北市的市民 我觉得很幸福 那是不是要专委这边 可不可以再借我这个节目里面 来再跟我们管理中讲一下 就是说 除了我们刚刚上述的这些福利之外 还有我们新北市 还有规划一些新的福利政策呢 对 朱市长上任之后 我们就积极推动 有关于对银华主这样一个服务 在地热火 在地救养 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刚刚 像姬姬也提到的 这样的一个脱脑中心 其实这些专业的服务员 跟副理员也我们都有 而且我们是委托给 这些医疗院守去做管理的 我举例来说 在我们新店的壁坛 这个脱脑中心 它就是跟我们更新医院合作 所以它有一群庞大的资源 可以给来一些 一些做一些帮忙 所以这个有关医疗招务是没有问题 另外 我们为了提供这些长辈更多的服务 我们也结合很多的志工 在今年我们也开始推动 布老志工 世代志工 这就是我们有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叫做高零照顾出门专案 也就是我们市长上任之后 他第一个要求 就叫我们成立一个老人 政策的营营小组下 推动一个专案 那布老志工 目前有1300位 因为我们有一些长辈 他不是在行动不便的 他不是在脱脑中心 不是在机构 也不是在于外居 他可能是在家里居家照顾 那居家照顾 非常辛苦 服务远的不够 家属照顾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就设计 就规划了一个不老志工 让有一些有时间的 有爱心的 这些朋友 一起来帮助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1300位 那这些朋友 到这些家里面去 帮这些长辈 陪同散步 陪同购物 陪同运动 来做一些文书处 跟餐饮的服务 那另外 我们 这只是个人的 我们还有团体的活动 因为我刚才讲 我们有217处的 尹管俱乐部 我们有17个 公共拖劳中心 还有我们有200个 养务中心 就是老人机构 都分布在我们全市内 那这些我们也 找很多企业 找学校 这些团体的帮忙 那就是世代之共 我们到目前为止 也有2100位 他们会定时到我们这些 刚刚讲这几个地方 去做一些团体活动 来提供对长辈的服务 是 那最后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民众会比较关心 您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些志工来家里 来陪伴老人家 散散步 吃吃饭 处理一些 可能就是文书作业 这部分的话 那民众有需要支付费用吗 因为既然是资源服务 就是自动来帮忙 这个部分完全不用收费 这些不老志工 世代志工 到这些长辈家里去服务 或是订典到这些 以外觉得不宜做一些帮忙 都不用收任何的费用 这个请大家放心 请大家有需要的 告诉我们 市政府 我们会主动来协助 谢谢 谢谢专委 谢谢议员 好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台湾的营法人口 是越来越多 社会福利政策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营法福利建设 越趋于完整的同时 提醒您也别忘了 多陪伴家人 才是最好的照顾 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你把账户里头的钱啊 全部给领出来 我会派书记官过去 派监管单给你 好啦 你 你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啦 如果你不配合办案的话 我就G提你 小心 这是诈骗 检察官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 第一步 听清楚 我给人做人头 你如果检查看 我不是要去顾总统 第二步 挂电话 第三步 请报答 165查证 接到可疑电话 请报答10或165查证 欢迎观众朋友回到 用爱看在地的现场 不管您是开车还是骑车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这样 头痛的经验 就是找不到停车位 当您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 又想要随便停车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上车辆被拖掉的问题 这个阶段 我们就要和观众朋友和您来聊聊 这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议题 这个阶段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新北市议员 金中玉 金议员 主持人好 我是新北市议员 也是接受最多投诉的 在新店 最多投诉的一位议员 金中玉 尤其交通案件 我接到非常非常多的投诉 谢谢 第二位来宾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车营运科科长 陈其正 车科长 主持人好 议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车营运科科长陈其正 我目前负责的是有关路边停车营运的管理 包括收费 停车格位的规划 还有这个有关脱掉业务这一块 是 好 那第一个部分一开始我们想要聊一下就是 如果观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新店地区有一阵子好像都看不到脱掉车 没有再脱掉 那我相信议员也接受到这个很多民众的这个投诉 就是说好像这个交通乱象 那一阵子车子几乎都乱停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科长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目前我们新店的一个脱掉的一个状况呢 好的 这个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其实在新店地区 我们目前是委托给民间的一个脱掉厂 这边针对这个违规停车的这个部分来执行脱掉 那目前呢总共有六部的一个脱掉车 在执行这个路边 假如有这个违规停车的情形 他会由远景这边来做一个执法 那进行这个脱掉 那大概每天呢大概执行的情况大概是 汽车大概是60部 那这个机车的部分大概是75部 这样的一个脱掉能量 是好 谢谢科长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议员 就是说那个民众这边应该反映就是说 现在其实脱掉很好 我们现在整个新店的交通秩序非常的棒 但是在脱掉上面的这个标准好像似乎太严格了 所以导致说民众的荷包会有点失血 那这样针对议员这一块的部分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其实现在的脱掉厂 它是以盈利为目的 它拖一部车子它可以赚多少钱 政府可以拿多少钱 所以说它要发那么多的员工的薪水 它要养那么大的一个停车场 所以它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拖 我最近有人跟我投诉 在哪里在空军公墓的里面 空军公墓的里面的那个一条小路的旁边 有人停运动的时候停一部车子在那里 去运动 完毕又回来车子被拖走了 气得要死 说那个地方完全我完全没有影响到交通 那个地方也没有人去 那空军公墓旁边的一个小道里面 从来没有人去的 他说我停在那边竟然也被拖走 所以现在的脱掉已经变成 为脱掉而脱掉 为了他们的整个的厂的营运 他们为了要赚钱要养这些员工 不得不很努力的到每一个地方去找 找一些可以脱的 他就尽量想把它拖回来 所以很多人被脱得很无辜啊 他说我那里完全 这辈子我停在那边已经停了 20年30年从来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一部车子 那我车子为什么停下被拖走了 这样就变成一个乱拖 变成一种就是为了拖掉而拖掉 为了赚钱而拖掉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可是抢钱啊这不行啊 其实议员讲到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要请教一下科长 就是说其实民众只要是停在 就是他只要是停在合法的地方 其实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啦 那是不是刚刚那位民众 是不是他是停在红线上面 那我们在这红线画上面 就是说这一块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在画设置这个红线的时候这个标准 是不是科长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样子就是我们会依据那个 道路的一个条件跟道路的一些交通流量 来划设路边的一个进停的红红线 那这个部分 那至于在拖掉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警察局在订定这个拖掉执行计划里面 大概有几个主要的一个重点违规拖掉项目 第一个就是并排停车 那第二个呢大概就是所谓在消防栓周边五公尺 然后这个我们公车的一个停靠区 或者是身心障碍装用停车隔位 那当然还有这个红红线这边违规停车 再来就是最主要这一块还有蛮多的 就是说这个民众的一个举报 有时候可能你停的位置可能不是很恰当 不是很理想 或许是挡到人家的出入口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 其实这个通报专线也非常的方便 民众只要打110或是打1999 其实只要受理之后呢 这样的讯息我们就会马上通报 到这个警察局这边来受理 那他就会去市现场的一个状况 来做一个执行 是谢谢科长 那议员听说您有一个很棒的想法 就是说可能针对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 私人的这个脱钓场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 你觉得好像可以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 你希望这个调整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脱钓还是一定要脱钓 尤其在主干道上面需要脱掉 你在停在并排停车 停在公车停在消防这个栓那边 都应该脱掉我们都赞成 那如果停在巷子里面 或者停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根本不影响大家通行的话 我是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子去 硬要把人家脱出来 当然虽然那个是红线 可是不是影响到大家行的路的话 有些时候我可能只是停个五分钟 到里面Seven去买一个面包 或者是买一个买一个牛奶出来 出来的时候 车子不见了 那你因为这样子 就人家还要再坐机员车道拖钓场去 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 广播个三次 或者广播个五次 说我要来请你车子 赶快移置 如果你出来移置的话 那就OK啦 就没必要拖啦 大家都方便嘛 马上就可以排除了嘛 那为什么一定要好像小偷一样 开了车子很高兴 赶快就把他拖走了 有的时候方便人家一点 就是人家他可能去买个Seven 买个牛奶出来 然后你广播三次 他也可以买 他正好也出来了 广播三次以后 然后呢 他还不出来 你把车子拖走 我没意见 可是你至少广播了 做警示的作用 他也并不是因为他 他停这边 可能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那就没有必要 那么惩罚性的把他拖掉 拖走了以后 还要坐机轮车 跑到拖要场去 付费了以后 才可以把车子拿回来 浪费大家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 至少我们拖掉之前 要做个警示 主要干到 我们要拖 而且要强力拖 我们把重点摆得主要干到 让车子能够顺畅 那旁边的资道 或怎么样 那种小巷道 我们不要说 因为拖掉而去拖掉 没有必要 是 这我的看法 那我们知道 从您的文宣上面 我们可以知道 您现在目前正在鼓励 在推动 就是说是不是来调整 所以现在的方式 就叫做固定价金的一个政策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是不是麻烦科长这边 来帮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跟现在目前的 一个拖掉的经营方式 有什么样的差别 跟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的 那我这边来说明一下 其实现在的拖掉方式 是所谓的 这个拖掉业者 他是采用案件记筹的一个方式 来维持他的本身的一个 云运的收入 因为他也要负责车辆的保养 人员的聘用 然后最主要 他还是协助我们这边 维持整个道路交通的一个秩序 跟安全 那我想议员这边指证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提出来这个建议也是蛮好的 那这是一个方向 那我们正在委托这个一个 专业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专业团体 在帮我们做一个评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采用阻断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一个月固定 得标之后 那业者呢 整个一个月就是固定领一定的一个报酬金 但是我们这边会去规范说 他可能必须要在我们新北市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道路 或者是一些大众运输的场站 那这边每天要做相关的巡逻 那遇到一些重点的一些违规项目呢 我们才去执行脱掉 那其他的部分呢 刚刚一座讲的也是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可能可以事前来做一些广播 来做一些市井 来提醒民众说你车子真的是违规了 有挡到这个其他的会影响的车流 到路的交通的车流 交通的秩序交通的安全 那是不是请你先把他移开 那我想这样民众如果很配合 他那当然就没事了 我们就不会去拖他的车 那如果他不配合呢 他执意还是要停他在那边呢 那很抱歉那车子还是会被拖走 是 我知道就是说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政策 如果要实施的话 还需要再评估嘛 对不对 是的 那我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 在其他的县市有在实施这样的一个政策吗 还是说我们新店是第一个示范区 是的 我跟这个各位主持人议员 做个报告 其实这个政策是金议员这边所提出来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目前正在一个委托研究之中 那其实这个目前全国还没有任何一个 县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性 很有创新创建的一个想法 那这是我们这个 预作给我们这样的指教之后 我们来委托研究 那我想这个也很快的 因为我们大概在年底 就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报告出来 那包括这个相关的配套的做法 那我想未来如果这个政策合定之后呢 我想我们未来在明年新的一个招标合约呢 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示范 我要补充一下 以前是很多厂商来这个标嘛 给政府越多钱的人他得标嘛 对不对 得标就是这样的 给政府钱多的人他得标 所以他应该他有那个压力嘛 当他得了这个标以后 他要给政府很多钱 然后他还要赚钱 所以说他的压力就是我要不断拖车 我不断怎么样 我看到车我就拖 赶快抢着拖 那接下来可能不一样就是 不是最高 给政府钱高的人得这个标 那就是由政府来委托一个业者 你来做这个工作 做何工作 最重要就是排除我们主干道的 任何有违规停车的部分 几个重要的干道 让交通能够顺畅 那这个小巷或什么东西 那就尽量不要去扰民 就不要扰民 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交给政府的钱变少了 当然交给政府的钱变少的话 这里面就是拖车的 就不会那么压力那么大 一定要拖那么多车嘛 这差别就在 拖车的频率 就数量会变少 大家要没有压力 最重要是没压力 不要加那么多钱给政府 是 那科长请教一下 如果照我们议员这样的一个想法 很棒的一个想法 那万一我们的那个交通状况没有改善 或是说这样的执行状况很好 如果执行状况很好 当然我们就朝这方面去努力 再去稍微做调整 如果执行的状况就是说 可是这样并没有改善我们新店地区的交通状况 是不是这个政策我们就要去做终止呢 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政策现在目前还在评估之中 那它会推出一个相对的配套的做法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在事办期间 其实我们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想一想评估的几个因子 大概就是说这个道路的交通有没有更顺畅 那民众这个一直在检举这个违规停车的情形 有没有更增加 或者是说这个并排停车有没有更减少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未来的方式就是采用这个托吊车 密集的在这些路段这些重要的干道 这些可能在这个捷运的场站等等周边去做一些巡逻 那提升这个托吊车的一个出现的频率 那让民众觉得是我们真的是要针对这些重点的违规才去托 那其他的部分民众看到拖吊车他也会怕 想说拖吊车来了 搞不好就是要拖我这个我违规停车的部分 那如果这个东西在评估政策评估 事后之后实施的很好 当然我们也很很乐见是说未来能够继续的 在其他行政区能够来做一个推动 是 谢谢科长 好 在这个最后部分呢 要请教一下议员 您曾经承诺过 要帮忙争取所谓的这个路边停车收费时间的这个调整 那实现了吗 实现了 现在目前状况呢 本来以前我们新北市都收到晚上十点钟 就是我们收费收到晚上十点 后来我们就改成晚上八点 那现在因为我们新店改成晚上八点以后 大家觉得蛮好的 都给他们鼓掌 那现在新北市全部都是改到晚上八点了嘛 所以说其实大家车子开回来 回来有固定的地方停了以后 我们政府真的 我一直认为政府不要抢老百姓的钱 我们政府是拿我们纳税人的税金 来怎么样让老百姓可以 我们的百姓能够生活更快乐 更愉快 更有规范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重点 而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收他一点钱 那边收一点钱 这个没有需要 我们尽量让老百姓可以方便快乐 这是我们的原则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原则 谢谢议员 那我们科长有没有做最后的补充说明 是的 我想这样子 就是有关路边的一个违规停车的脱调 我想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 其实你的爱车如果要停放的话 应该要找适当的一个地点来做一个停放 那可能我们有路边停车场或路外停车场 那最近几年 我们政府也持续在新批一些路外停车场 来提高这个停车的供给 那当然我们新店地区在一座的争取之下 我们有很多的公车路线 这边的公车路线非常的密集 那当然我们还有推出新巴士的一个路线 这是完全免费的路线 那其实你要出来的话 我们是鼓励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那可以减少私人运具的使用 那也可以减少你这个停车的不方便 因为我们停车供给真的是有限 那路边其实收费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提高它的停车转换率 让这个车位能够公平的被轮替使用 或者如果没有收费的话 造成这个车位被人家占用 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现象 我想也不是全民乐见的现象 所以其实路边收费有鼓励这个提高停车转换率 那我们还是鼓励说 大家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让这个你的爱车可以适度的休息 那但是有停出来也希望能够停在这个适当的地点 那我想这样就免于你的爱车被脱掉 是 谢谢科长 议员做最后的补充说明吗 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我们推出来这个想法 我们把脱掉车变成一个巡逻车 可以增加我们的大家的交通的顺畅 这是我们希望的 另外的话也不要再让百姓认为说政府一直在抢钱 这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希望在新店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执行 然后推广到我们整个新北市 整个新北市完了以后推广到全国 让大家都能够在主要干道上面都可以很平顺的开车 那小巷道里面我们就是 违规的话至少不要影响到人家 时间还有地点都不要影响到人家 我们希望慢慢大家都遵守我们的交通规范 这是我希望的 谢谢议员 谢谢 好 现在加加户户几乎都有一台以上的车辆 但是为了一时之变而违规停车被拖掉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我愿意乐见的 只是在议员用心争取让民众尽量减少荷包损伤 而工部门也在给民众方便和秩序维护间找出平衡点 实施适当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 我们应该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当个遵守交通的好国民呢 千万别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大家的不便 用爱看在地用心最美丽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